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每次有心事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 尽量不去想到一些伤心的事 妈妈在我六岁的时候就憋着嘴 精神分裂症 有的同学就说 你看我现在我们家的妈妈是个神经病 说我妈妈是个神经病 还是说不定我也是 我长大了之后就知道 我妈妈这个样子没办法 对于独生女来说 意味着她的担子会很重 我希望把她先搞一些说话 大海很大 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看着那个大海就觉得心里宽阔了 每周六中午十二点 变形记 会员抢先看